有畫面嗎 OK 因為其實是因為今天過來 本來只是想要來吃飯 並且寫我這篇文章 但是Easefail就說 我好像一直都沒有跳坑 我就說我最近在這個坑裡面 然後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特別是在選舉跟離開民進黨之後 我想要來討論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網路有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 與其我自己做 那我就想說那我來跟大家稍微報告一下 這個這篇文章的框架是怎麼樣 然後也請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給我一些回饋 那首先這個地方我們會先看 所謂網路討論他的特性是什麼 那以前有一篇文章其實是比較樂觀的 就是蔡榮峰這篇 鍵盤參戰潛談網路數位原民的網路政治學 那我猜應該有不少朋友都看過這一篇 他這一篇得到的結論 當時候結論是網路 事實上是非常不適合 所謂的政治宣傳出現的 那他的論點是認為說 因為網路特性是多元 雙向即時去中心化的 那所以呢 其實有非常多數位原民的人 他比較偏好高度克制化 個體差跟強調資訊公開透明的一些特性 那這讓網路上的查證變得比較容易 以及查證型的公民 會比公順型的公民還要更多 那這樣的結果就會導致這個網路環境 不利於政治宣傳的散布 但是我們都知道也演變到現在 那網路上的政治宣傳其實並沒有變得比較少 而且隨著大家的不斷的演技 現在網路上政治宣傳反而更多了 那這個地方其實有很多東西 也許是我們可以繼續細細討論的 那其中有一個我覺得可能需要先提的 就是說網路討論其實他有一個非同步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效果其實會讓網路上的討論是很容易發散 但是很難聚焦 也就是說你要發想各種東西也許是有機會的 但是你要讓大家很快的得出一個共識 事實上是相對來說是比較難的 那尤其是有很多人其實他不一定有辦法 看完全部的文章 他就開始發表意見了 或者是他看到一半資訊量太大 他也沒辦法看完 他就開始講話了 那這個時候就特別容易就是導致這個共識沒有辦法出現 那很久以前呢 其實有一個有篇文章叫Rulemaking 2.0 他有提到網路政策來討論這個政府政策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的三大牆 那唐鳳有給他做翻譯 第一個是無知之強 無知之強第一個代表就是說 我對於目前正在立的相關的法律規定 跟我相關的我是不知道的 另外一個層次呢 就是如果我真的知道了以後我想要去關心他 我卻不知道這個議題之前的脈絡是什麼 他有哪些相關的法律 政府的政策是什麼 我是無知的 那再來一個是呢 討論的時候 很多時候並不一定是 並不是大家都是有禮貌的 有很多人其實他是 並沒有討論的這個意識 然後他沒有辦法做出有效的討論 他的討論可能會讓許多人感到生氣跟難過 這是所謂的白目之強 那最後呢 如果你了解了這一些 你真的想插進去討論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遇到了資訊爆炸的一個問題 就是相關的資訊實在太多了 沒有簡化沒有彙整 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了解 那以及呢 到最後呢 很可能就會因為資訊量過大了 然後就是注意放在哪個地方就是關鍵 最後呢 反而可能導致大家選擇性的去閱讀 那當然以前的網路政策討論 台灣曾經有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就是V台灣 尤其是蔡玉林時代的這個白粉 當時候呢 有唐鳳在做簡化的相關資訊 蔡玉林本人是做新創的 他了解厲害關係人在哪裡 參與的人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 你還有相對即時的部位回憶 以及最後還有承接到政策制定的過程 這讓當時候的E台灣的討論 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到了現在呢 而因為資訊量太大等等的問題呢 有出現了同文成的顧慮泡泡 以及民主選舉下呢 因為選民沒有辦法關心所有的事情 所以資訊操作是有利可圖的 而最後呢 其實我們就看到出現了資訊 那當然各個平台都有應對的方式 Facebook他跟TFZ合作 有韓越界裁判相對來說是比較好的 但像PTT弱弱強勢的地方 就變成有錢的地方 有資本投入他就有辦法帶這個風向 那YouTube則是演算法制上 那但是這些其實都還是有一些問題 那我想要聚焦在這個地方來討論這個網路上 到底還有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 那這個是我目前收集到相關資料以及討論 那還很粗糙 那如果各位有想要討論這件事情的話 歡迎來找我 那另外8月初在Costcap我也會就這個題目 來做一個演講歡迎大家參考 謝謝